大家好 宣運氣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長一點 以下字就是小股災變大股災加一個問號 先說試今日表現 今天表現真是肉酸 基本上由早上跌至晚 跌幅1度超過7、8點 最後稍稍收窄跌幅 全日跌662點 收27126點 成交910億 今日市基本上大部分都跌 包括騰訊跌2% 令股民比較矚目 當然跌幅更加強 包括內銀 看到公行跌3%又多 成為市 今日大幅下挫的主要原因 講回點題的幾個字 小股災變大股災問號 就是低位來收 從下跌幅 無論是現貨期貨 都吻合小股災這個定義 加上市場消息 一面倒 很多利淡消息 更加令氣氛有些股災感覺 包括甚麼消息 一方面中國經濟數據一般 大家都可能聽過說 今天公佈的PMI數據 無論是財新製造業PMI 以及官方的製造業PMI 都是給市場如期訊息 其中財新只有50個 險守榮夫分界線 已經連跌4個月 是16個月以來的新低 中國官方的數據都不見得好 50.8都算是險守 都是順預期 7個月的新低 顯示內地製造業放緩的跡象 開始出現 雖然仍然險守50 但也有些危危苦的感覺 令大家比較擔心 資金的數據不好的同時 內地的消息都有點不利 包括和美國的關係 因為特朗普剛好和加拿大方面簽署了貿易協議 市場人士一般估計 特朗普搞定麥西哥之後搞定加拿大 可能可以全心全意對付中國 所以換言之 中美貿易戰升溫的憂慮 因著美加拿達成協議升溫 這是對港股的不利 加上外圍的市況 令到美元匯價上升 亦是構成港股壓力 對港股來說 有甚麼不利呢 一方面就是加上意大利 意大利的議員 就說會用自己的貨幣 去解決自己的財赤問題 換言之 不要歐元 大家一聽自然擔心 歐元的情況會否不行 對美元造成的推動 加上新興市場貨幣下跌又再次出現 今次雙印印度下跌之餘印尼盾 亦都下跌 令到美匯指數 看到了 再次上升 到95.5了 其實上星期已經收復之前所謂的頭肩頂頸線 換言之破壞了頭肩頂的淡勢 轉好一點 而且穿下降軌的紅色 顯示美匯指數 比之前一路向下的走勢 現在出現了翻轉 現在再升多一點 整個形勢對新興市場 以至港股都是不利的 種種因素都非常不利港股 所謂剛才所說的 壞消息充斥 有些股災感覺 更加不幸就是 這麼多壞消息充斥的同事 內地股市優勢 一方面內地股市優勢 北水不能夠下來香港賣股票 令到少一份北水支持 對港股的動力多多少少有些打擊 另一個情況就是內地優勢 市場人要解讀 內地優勢 如果大家看到中國的經濟數據 譬如說中國各方面的消息是不利的話 想沽中國的股票 不可以內地沽 唯有哪裏沽 就是香港沽 香港又增加股收壓力 所以種種原因 令到今天股市太幅下跌之餘 那個感覺或氣氛情緒 都會充滿起碼是小股災的感覺 那麼問題 標題說小股災會變成大股災 現在大家要留意著以下幾點 因為今天雖然市跌得很淒涼 幸好還有少少東西 第一國企指數仍然守著上升軌 二至二十天線 比恆生指數強少少那麽多 這是少少的利好消息 另一方面剛才提及 今天跌市成交不算很大 當然成交不算很大 亦都可以有利淡的解釋 但要用最正宗的解釋 最終解釋 跌市成交勢 就是沽收壓力不是太強 那叫做勉強都不是全部膽 所以跟著 會不會小股災變成大股災 就要看看以下幾方面的發展 會不會進步惡化 一方面 重要的是今週五的就業數據 出來數據看如何 如果數據強勁 令到美元匯價 剛才看到了 進步上升的話 就對港股肯定是大事 怎會是漲步上升 或者怎會是警號 就看著紅色戰爪指著的地方 這是之前的密集區 兩個浪頂 見過密集頂 如果升穿了 美匯的走勢會進步轉強 是對港股不利 這是九十五點八度 大家留意著 第二個 剛才提過 大家擔心特朗普會全心全意對付中國 跟加拿大搭乘協之後 大家留意著特朗普最新的動態 會因為 跟杜魯多那邊談好 就對習近平 這個大家留意著 第三個 當然是技術位 恒生指數現在兩個重要支持 第一個是綠色戰爪指著的 就是26648 出現了兩次 這是小箱底 這是第一個支持 第二個支持 當然是最強的 26129 首先看著26648 看看能否受到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 帶著這麼多 多謝大家